专修大悲咒后,梦里竟能持咒度人 作者 妙培 墨学的家庭很早就信佛 从济世起,奶奶就经常去九华山朝拜 只要奶奶去九华山,我们全家都要吃一个礼拜的素 有位邻居老奶奶,在我们当地比较有名 因为有人说他身上有菩萨 他每次去普陀山朝拜回来都会带给好多普陀山的项链给我 为此,爸爸还特意为我留了一面墙 把所有从九华山和普陀山带回来的项链都给我挂起来 这些项链都成了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 墨学幼时的信佛属于隋大溜的那种 对佛教的具体内容既不懂也不理解 大家让我拜拜菩萨我就拜拜 2009年,机缘成熟,听到了大悲咒,很是喜欢 觉得那大悲咒就像天籁之音 因此把它一直放在手机里面 有空就听听,循环播放 2010年,和妈妈奶奶以及一群佛友去了九华山朝拜 那时我就想学佛了 但苦于缺乏正确的引领 不知道怎样才叫学佛,该如何入门 奶奶说领队的阿姨身上有菩萨 妈妈就请那位阿姨给我看看手相 阿姨当时就说,姑娘,你要念观音菩萨 你掌心有两朵莲花,多念念大悲咒 地藏经可以放一放 2012年,我和男友结婚了 接着怀孕了 怀孕后,我变成了高危人群 得了妊娠糖尿病 饮食方面都比较注意 临产前,公公和婆婆把我接去 老家生养 已经找好了医院 也找了医院的主任郭大夫给我接生 给我安排好床位住院了 但是住院体检的时候 我又查出来肝脏严重受损 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惊呆了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的报告里面的指数比正常人高出很多很多 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大夫 郭大夫说他不敢接生了 一个孕妇有两个高危 正常一个可以接受 两个他都害怕 因此让我去南京的医院生 当时家里人都急坏了 如果去南京的医院吧 十月份正好是生育旺季 大医院都没有床位了 排队都排不上 而且我肚子特别大 小孩如果再不出来 医生说我的肝脏损坏还会更严重 后来全家人经过一番商量 决定第二天就让我抛妇产 因为小孩等不及了 临产前一天 我就想就这么去鬼门关走一遭吧 如果真的死了 那是我的命 金空法师说过 一个人的临终十年 如果是阿弥陀佛 那这个人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让我坚定了信心 我想向阿弥陀佛 还有灵山的释迦牟尼佛放光设施我 并在心里祈求 如果这次能够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个坎 我愿意好好地虔诚地学佛 并鼓励身边更多的人学佛 让他们不要杀生 我还对妈妈说 如果我这次能够平安 以后也要跟着我一起好好学佛 妈妈当时就答应了 在手术室的时候 我脑子里想的 心里念的 一直都是阿弥陀佛 心想 如果真是就这么死去 就请阿弥陀佛来接我走吧 后来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当大夫告诉我 得了个酒精重的小公主后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抛妇产后 我的刀口竟然一点也不疼 我同病房的几个新妈妈都非常疼 还有抛妇产后 大家最害怕的是医生检查时的压肚子 我也没有感觉 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知道他们都叫着疼 而我不疼 现在想起来 知道 那肯定是阿弥陀佛 还有佛祖的加持帮助 弟子感激涕灵 万分感恩 婆婆后来告诉我说 她之前找人给我算命 说我2012年生小孩有一关 闯过去就好 闯不过去就没有办法 弟子这个宝宝生的是一波三指 幸亏佛菩萨的帮忙 老公说他当时也许愿的 如果这次母女平安无事 就去南京基明寺做功德 后来我们特意去基明寺进行了还原 生完宝宝后 墨学得了非常严重的痔疮 去医院 用了很多药都治不好 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读佛说疗治病经 可以治疗痔疮 于是弟子每日开始读诵 读了几天后 痔疮明显好了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再发 佛法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痔疮的朋友 一定要读读这部经案 2012年12月 墨学加入了守月亮博主的阿弥陀佛普度群 从此就像得了重生一样 从那以后 每日持诵大悲咒七遍 在未背熟大悲咒之前的一个晚上 梦到一个鬼站在我身后 我念第一句大悲咒 那个鬼就捂起了耳朵 念第二句 那个鬼就拔腿而跑 那个梦之后 弟子就坚定要背会大悲咒 后来花了两天的时间 把大悲咒背下来了 背下大悲咒的当晚 又做一个梦 有个女人在我耳边跟我说 你给我念一遍大悲咒吧 于是在梦里 我把大悲咒背了一遍 然后还告诉她 要去极乐世界 后来她就飞走了 刚学大悲咒后 晚上做梦 还梦到过满脸是喜的一家三口 很可怜的鬼到一家人 他们站在我卧室的门口 向我寻求帮助 我当时也害怕 毕竟学佛以来第一次梦到鬼 而且满脸血污 然后我给他们一家三口 做了三归一 三归一后 这一家三口 突然变得好干净 很漂亮 跟我说完谢谢后 就从我住房的阳台走了 因为我那时住的地方 是南京城南这边的乱葬岗 三归一的力量都可以这么大 更何况念佛持咒呢 把大悲咒作为每日功课后 有天晚上做梦 梦到有个男人身边聚集了一堆人 场面非常热闹 他身边还带了个仆人 后来那个男人来到我身边 告诉我 他是我前世的老公 他要出家做和尚了 是来和我道别的 梦里的我哭泣不止 我还告诉他 我比以前胖了 走之前那仆人 还用高科技的相机 给我照了张照片留念 前世的老公要出家了 来和我道别 我想是受到了我的影响 因为我平时念完大悲咒 都回想给冤亲带主 还有历代宗亲 希望他能好好修行 功德圆满 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学佛后不但家人之间能愉快地和睦相处了 而且什么都顺 连生意都比以前好 以前一般一天能挣个几百 现在好的时候 一天就可以挣几千 弟子感恩佛菩萨 墨学于2014年3月3日 从守月亮群主的中转群 经考核转入到上品上升精进群 从此把全身心都交给佛菩萨 今天把学佛以来的所有经历 整理出来奉献给大家 希望更多的有缘之人能够看到 增强起学佛的信心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精进 坚定信愿 永不退转 佛菩萨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我们 大家要跟好守月亮群主的脚步 不要掉队 早正不提 弟子也借此机会 再次战回无始节以来所造的所有恶业 同时祈求被伤害的所有众生的原谅 此文若有功德 愿回向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回向给群里的所有师兄们 愿师兄们能够精进修行 消除业障 功德圆满 万事如意 最终能如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师智菩萨 随喜功德 他们讯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